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 国际奥委会为了杜绝男扮女装的现象 一直坚持对运动员进行性别鉴定 但这项措施由于有性别歧视的嫌疑 而从2000年开始被终止 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前 国际奥运会曾经发表决议 允许那些完全接受变性手术满两年以上 并且拥有法律认证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但这个决议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最后由于没有变性人报名参加雅典奥运会 这场争议不了了之 并一直拖到了4年后的北京 现在的国际赛场上 以澳大利亚高尔夫球手巴格尔为代表的 一批知名变性人运动员所从事的运动项目 基本都不是奥运项目 不过北京奥组委对于运动员的性别问题 仍然没有掉以轻心 奥运会性别鉴定实验室 尽管并非针对所有参赛运动员 但就这项措施本身而言 变性人这个体育界里敏感而特殊的人群 仍然没有完全得到奥运大家庭的认同 对于运动员的认同